大家好 欢迎收看民意论坛 今天呢 我们要跟大家讨论都是跟 我们的观众朋友切身有关系的 就是 高EQ胜过高IQ 幸福人生自己掌握 什么叫做高IQ 大家都知道 那个高特色 就是 思考也厉害 记得也厉害 体力也厉害 甚至说只有创意 但是应该有快乐 快乐跟IQ有法度决定的 这就是我们说的EQ EQ是什么 情绪管理能力 管理我们自己 管理我们身份的人 还是说 管理我们跟别人的对待 这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 我们的主题今天 请到几位来宾 议员跟教授 一一为大家介绍 第一位是 我们 业人创业议员 保利库位 秘书长好 在座的老师主任还有我 议会的好同事 燕雪议员 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 大家都很熟悉 一直是我们教育小组的 赖燕雪 赖议员 秘书长三位贵宾 电视机前的乡亲 大家好 我是特地新来 罗燕萨 好 第三位呢 是我们 南投县家庭教育中心的 黄湘玲 黄主任 各位好 我是南投县家庭教育中心 主任黄湘玲 那接下来是我们中正大学 成人及继续教育研究所 也是高龄研究所的教授 林立慧林老师 秘书长 两位议员 还有我们的主任 高丹大家 乡亲 大家 大家好 高EQ胜过高IQ 幸福人生自己掌握 我们进一段影片 马上回到现场 在以往 我们几乎都只强调IQ 认为只要有高智商 就可以让你读好书 找到好工作 并把事情做好 而EQ为情绪智商 是1990年代出现的概念 当时是学术讨论的主题 之后发展非常迅速 成为企业心理学 和工作环境动态研究的重要课题 对此先议员赖燕雪也指出 在IQ及EQ之间取得平衡 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必须从家庭教育开始 尤其父母亲为孩子们的 第一任老师 因此家庭教育尤其重要 在21世纪的社会 我们重视的是全方位的人文素养 尤其是在IQ与EQ当中 如何取得平衡 同时又能够兼顾 圆满我们快乐幸福的人生 我想这个是相当重要 那燕雪长期在我们的职场上 或是公领域 或是家庭的扮演 我发现说EQ的培养 要从我们的人格家庭教育来做起 培养孩子能够独立自主 进而能够在生活当中去体验 才能够训练孩子独立的一面 未来人际关系的互动 包括情绪的管理 压力的管理 都是要面面俱到 才能够完善我们的人生 所以燕雪觉得 不管是EQIQ AQ或是SQ 我们都要认真的去学习 先议员业人创表示 从学校教育 家庭教育 再到社会教育 要完成IQ EQ SQ 或者是AQ也好 都需要时间的累积 必须跳脱有别于过往的传统教育方式 将各种能力结合在一起 在未来职场上 生活上等 才有发挥的空间 从学校教育 从家庭教育 再到社会教育 要完成所有的 要完成所有的IQ也好 所有的困境跟挑战 它才能各项的状态都具备 然后能在这个路途上 在事业上也好 才能有更发挥的空间 台湾的教育 过于注重学生的智商 也就是IQ 却忽略情商 EQ的重要性 其实拥有高情商 不仅有助学生的学习表现 还能帮助学生 培养情绪控管 解决问题 及适应环境的能力 记者邱平俊 综合采访报道 一般我们的教育 我们当时都是 好好讨论 讨论好学 拜托一个好的头路 或是头路上也会更好 但是 真的就是IQ 你的头脑的问题 就是改冠所有的问题 我们首先来请教 我们的业人创 阿创议员 你看 你觉得高IQ跟高IQ 有什么不感 一般我们的理解就是 IQ就是 他的弟兄很高 EQ 我们一般的理解就是说 我们待人接物 待人处事 人跟人接触当中 你的应对进退 你跟大家相处的模式 或是说你忍受 那个困难挫折 或是解决能力 的能力非常强 这个就是EQ跟IQ 我的理解 它差异的部分 我们阿创议员你跟我们说 就是说 很多公司 他要用的 不要用顶尖大学 他感觉顶尖大学 比较的比较生 虽然脚脚了 但是不一定好到底 所以说 希望说 用的人是一个 很好到底 很好处理工作 或是说 他在公司 让大家欢喜 他也让大家感到幸福 这种我们就比较感到 我们来请教我们的赖议员 赖议员接受很多工匠的临书 也要请问赖议员就是说 你接受过来说 一些老闲 一些商店 一些企业 他们的EQ管 到底是什么进行 叫做EQ管 在这里买 很简单一句话 就能来就说 IQ跟EQ 不同的地方 在哪一位呢 IQ就是先天给我们的能力 给我们的智慧 那么EQ就是效天 所不用的 我们做人的完结 做人的态度 人质的关系 我们的精神 我们的厚力 的控制 所以EQ跟IQ 我们必须要两者并进 我们看 很多我们企业家的民人 他就是EQ做得很好 他不断会做事情 EQ做得好 帮助我们的事业 帮助我们的企业 沟通能力非常的好 人际关系非常的好 在处理事情的态度上 他的压力 他的一个调节 非常的一个顺利 所以相对的 就能够让企业走得出去 更能够成立跟 顺利跟成功 所以呢 我们看这些名人 他不只是EQ做得好 那我要讲的是说 我们在生活当中 最常碰到的就是 情绪啦 压力啦 或者是我们的人际关系 我们知道科技的进步 现在很多青年朋友 宅在家里 一天到晚都是抱着手机在看 可能就是跟手机最好的朋友 而忽略了人际关系的互动 我觉得在人际关系互动这一方面 我们应该多多的加强 那因为时代的进步 压力的一个来临 很多朋友呢 碰到事情 可能会很暴躁 像我举我的例子 在服务处里面 有很多陈情则来 或许他不是很有理由的 但是要你做他 帮他协助问题 那这样子有时候 脾气一来会火爆的时候 我们要记得 吸一口气 让我们的态度能够更缓和 不要一下子就爆出来 反而会影响到 我们事情的一个圆满度 所以这个就是怎么样 情绪的控制 压力的控制 你的口语的表达 都会影响到你 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的一个完善 那么在这边要讲的就是说 在健康管理方面 或是人际关系方面 都是EQ很好的一个基础 所以现在文明的社会 我觉得做人即使很重要 但是做事情 也是要想得益彰 你会做事 不会做人 没办法得到完善 会做人又会做事 才能够成就了大事 才能够活出 亮丽精彩的人生 好 真的 我们接受很多民意代表 说实在我很配合他们 这样人怎么丁静 或是说人家怎么建议 说我的事情不够处理得好 其实我们的议员 我当中真的是 从议长到我们所有的议员 真的是令人敬佩 所以我说其实 他们学校夹出来 他刚才议员说的 做人比做事情更重要 但是做人到底是谁夹出来 其实夹得很重要 像亲告我们的主任就是说 我们家庭里面 到底要怎么样来训练我们的孩子 他的情绪管理可以更好 不要这样只能打扫 出来跟人家没办法打扫 这样就很努力 那在这边有几个要跟几个不要 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第一个就是 请大家就是不要对孩子的情绪贴标签 意思是怎么样 就是不要说 你这个孩子就遇到事情就很爱哭 就是这样一直给他一些负面的评语 就是你很爱哭你是爱哭鬼很讨人厌这样子 就是要让孩子有适当的情绪表达 不要对他的情绪表达有一些 一开始就给他一些负面的评价 那另外就是也不要当孩子情绪的奴隶 怎么说呢 就不要说小朋友就是只要一哭闹 你就答应他所有他的要求 比如说小朋友在那边哭的草玩具 要买玩具你就买给他 你不要这样子去纵容孩子 就是让孩子只要有一些很大的情绪表达的话 你就是顺从他要的他的要求 这样反而会让孩子养成 他可以利用情绪来勒索的这个习惯 那另外最后就还有一个就是不要以暴自暴 就不要说小朋友有一些很不好的情绪发现的时候呢 你也用很不好的情绪发现来对待他 就以暴自暴这样子就是你再给我炒事看看 我等一下你就皮在痒了怎么之类的 不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待他 就是我们要教导孩子不是不能表达他的情绪 而是要适当的表达他的情绪 比如说你可以让他等他情绪等他哭完 等孩子哭完的时候你就用开放性的语句来问他说 我看你哭成这样你是不是很难过啊 你是不是很伤心 那再来就是可以用再问他接着问题 那你刚刚哭成这样 那你今天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 你可以讲给我听吗 那比如说还有还有小朋友就是可能在学校有一些争执啊 那你可以你可以用这样事情就是用引导的方式 让他讲出他可能是因为孩子同学就弄坏了他的玩具 所以他很生气 可是等他情绪表达完之后呢 你再去好好的去告诉他说 那你很生气可是你打人对不对 你用这样打人的回应这样子来这样子的行为对不对这样子 那最后呢可能还有一个就是要提醒各位家长的 我们要多一点陪伴 我们可以多陪伴孩子去玩游戏啦 然后共读啦一起看绘本啦等等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亲子互动的方式 然后我们用利用教育来丰富孩子去表达情绪的一个词汇 他就可以引导他更正向的去表达他的情绪 我想主任告诉我们就是说 今天孩子情绪是我们父母跟他相处不会用出来 你如果觉得这个孩子很烦的也是我们生出来 或是说这个孩子他怎么这么好到底 还是说这么没输 那也是我们教出来 所以说我们孩子的情绪 我们要注意了解 让他机会 让他发泄 然后好好把他探讨 他就说这样是对的情绪发泄 还是不对的情绪发泄 我想这个部分都是要父母很努力来一起帮忙孩子 那我们想请教教授就是说 他刚刚说到孩子的情绪 现在也有人说老人孩子生 代表说老人也很多有情绪发泄 不是很理性 有人说老人很孤寂 还是说老人怎么会越老越烦 还是说越老越努力 我们想请教一下我们的教授就是说 老人家的情绪要怎么管理 刚才说为什么我们的EQ比我们的IQ更重要 其实我们有一个美国的心理学家跟我们说 他说我们如果要成功 这个当中IQ差不多是跌百分之二十 但是你的EQ差不多是跌百分之八十 这是对心理学的一个观点 美国的一个心理学跟我们说的 所以如果照这个比如这个比喻 他缩减的百分比来看 我们的成功当中就是有二十的IQ加上八十的EQ 那到底一个该高EQ的人是什么样的人 那重症来看他是很容易做这个情绪的自我觉察 他了解说现在我这个时候 我是心情有快乐 他才是说现在哪好像油油 有感觉有一点的油油油油油 第二点呢他很自律 就是说他答应把人的事情 他都会信守自己的承诺 第三点就是他真不 怎么样跟别人来互动 第二点就是他人际关系很好 很愿意跟别人沟通 那如果对这四点来看我们现在的长辈 因为我们刚才秘书长有说到嘛 我们现在的长辈有时候我们也是说老大人都小孩 还是不是在这个IQ的部分 怎么可以有一个稳定 所以说因为我们现在高龄社会 大家都知道说台湾整个人口老化的速度很快 所以说如果我们是希望我们家里面的长辈 一样可以有这样的一个高IQ 就延续着刚才我们家庭教育中心的主任所说的 其实家人的一个陪伴 倾听跟支持同等的重要 因为他就是住这样跟人互动的过程当中 不管是说是家里面谁哭 也就是说他打出来的我们的据点和别人在商量的时候 这个过程他可以了解就说 我可以了解我现在的情绪如何 是不是是一个比较稳定 还是说现在就觉得很厚杀 也就是说我感觉在这个过程之中 我希望自己要做的事情都做得到 不用说这项也做不到 那些人也去弘行说吃牢就不好 第三点呢 他也愿意因为有这些支持 倾听跟支持 所以他也愿意跟别人够互动 跟人家做的在商量的时候 觉得有够好到顶 我们说整天啊 我们如果笑蜜蜜蜜也是一天 整天如果是有头跟蜜也是一天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长辈 都会得到我们所有的人 支持 倾听跟陪伴 来彰显 可以每个人都发展那边 展现出他的高的EQ 所以这也是回应到说 如果看长辈的部分 其实也如同是我们在对待家里的孩子 是同样的道理 是 谢谢我们教授的一个回应 我也想要请教我们的赖议员就是说 你服务有很多老大人 你看看老大人的情绪 他们是因为孤单 修博 还是怎样 他们会常常发生地 所以说有个人 家的人 很怕跟老大人做会 就觉得他们像不太公理 这部分你的观察是什么 应该是这样说 我们常常在说老人 孩子生 老房间 老房间 这是我们既然退化 老大人失地的一项 所以很多小孩不知道 要跟我们的四大人如何来沟通 感觉这老大人很烦的 常常跟我们聊天聊天 所以在我们的EQ 和IQ的这段中 就有很多的折衷 所以我们说EQ EQ就是你做人 IQ就是做事 四大人他的EQ 经验的累積很多 我也在四大人的心想 学到很多 所以我们如何跟四大人来合同 其实这也是一种课定 这就要说实质照顾 所以我们老大人 他的表达 各方面有退化的是 我们应该死生来应付就是 来顺应我们的死大人 并不是四大人 来迁就我们的死生 所以如果这样的交通和互动 我相信会更好 刚才我们的主持也有说到 家庭是我们教育的核心 所以家庭是我们培养孩子 个性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那也会记得说 柴奇尔夫人有说过一句话 你的言行会影响到 我们四生的行动 你的行动会修行一个人的构性 一个人的构性 就决定到你的名文 所以家庭教育 就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明镜 父母亲怎么对待你的四大人 四生都看着我们来 四生看四大人怎么做 他就照样做 这就是构性的修行 这也跟我们的EQ很重要 所以宴帅在我们的 服务案件当中 也有很多案例 我们要怎么来处理呢 这就是做人和做事当中的 一个平衡点 所以宴帅今天很高兴 我们益政频道 可以开一个库庭 跟大家的共同来探讨 社会的进步 时代的脉动 不管是情绪也好 人质管理也好 还是压力也好 我们都必须要去 学习一个库庭 我也常常去跟我的 同伴你的分享 我们处理事情的是 必须要IQ和EQ来并进 才会获得完完一件事 谢谢蓝议员 蓝议员 蓝议员刚刚有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 世大人很有体会 他的人生也累积了很多经验 其实我们是时候 真的要学习以外 我们是不是要有一点耐心 我们也要学习高EQ 来对抬我们的世大人 我知道阿创议员很友好 我想要请教阿创议员就是说 你觉得我们跟我们世大人 还是跟我们长辈 做会的时候 我们怎样有什么EQ的表现 来因应他的老伙子 其实老人真的 真的孙子生 那我们也是在冲突 错误当中 学习跟成长 刚开始 你会觉得 真的像教授公园 我们的世大人 有什么 欢喜欢喜 你知道吗 你怎么会觉得 好欢 还是什么经验 那后来呢 慢慢 自己的时间拉长 你会觉得有时候是 长辈他对你的那个爱 他表现出来 但是他不会讲 会不会要引起你的注意 是 有可能 他不是故意的 他可能是不自觉的 是 就要引起 太爱了 对 引起你的注意 你知道我们 台湾小会 传统农业工业小会 你看我们爸他做工的 我妈妈他做小工 在工地都当小工 所以说你要讲他说 阿创我做爱你都叫阿创 我做爱你他说不出来 你像我跟我女儿 我讲得出来 我对我老婆讲得出来 那是因为世代的差异 他们讲不出来 那有时候 他爱你的 另外一面的呈现是 可能是冲突 他的表现出来是 指责你啦 对对对 那我说随着我自己人生的 经验的路上 越来越丰厚 那你慢慢的能理解到 这个就是父母原本 他对你的爱 想到我们所讲的 IQ跟UQ的话 我觉得叶雪玉眼他讲得非常好 就是你要两者具备 那么EQ 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教育的环节是 包含学校教育 然后家庭教育 然后还有社会教育 那么EQ他要呈现出来 是这个三种教育 经过时间的磨合之后 然后慢慢把它催炼出来 那IQ很大的部分 是因为遗传的部分 他就学霸嘛 就像我女儿讲的 奇怪我那个同学 在家里 在学校 都没在念书啊 可是每次考出来 都几个A 几个B 认真的要命 结果全部都是B 他就很气馁 那时候我们都只能鼓励他 随着时间的经验的成长 其实有时候EQ的培养 会比你IQ更重要 那我再先举第一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我第二段 我再来举例 那我国中的时候 就知道我保留孩子 也算在家的地方 那时候 我是国小的时候 国中的时候 要考上台中一中 非常不容易 可是后来我发现 我过去那些 考上台中一中 考上台中女生的同学 当然不是说 我们做议员就比较厉 不是这样 我没有歧视任人的意思 我们有机会去用训练 我们比较 我觉得我们这种高职起来的 那个突破冒险的心 对 比较足够 挫折总整地 对 讲到重点 挫折容忍度非常高 我觉得这个就是 社会上 经验的累积的历练 的EQ情商 越来越高 我个人是 很多同学都是这样子 是 好 休息一下 马上回到现场